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服务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赢了之后想干什么 如果我赢了 就请你对他们要杀要剐痛快点 别这么折磨他们 顺雲歌乡 我怕 你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你竟然说 我不是他的对手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他手上的东西 我们直接抢过来就行了 何必这么麻烦呢 你本人的狗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你赢了 我们就让袁野 学几身狗叫怎么样 好 十元阁下 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把我的小旋风牵来 把我的战马也牵过来 关先生 我劝你再考虑一下 我还是非常看重你的 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 你的八十万我分文不诀 还是给自己留条退路吧 退这个字我用了二十年了 从天津退到上海 从租界外退到租界内 现在又想从上海退到香港 既然没退路了 那就不再退了 你的身体不好 刚才又喝了那么多的酒 你剩不了我的 开始吧 我肯定有什么问题 我肯定有什么问题 你中共在立国 他肯定有什么东西 昨天前津 你什么一样 你不懂 这 你吗 是 是 你吗 空 是 我 你家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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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可以战胜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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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让我爸走的这么凄凉 我得有一个棺材 我明白 现在外面人心慌慌的房子不好卖 就把房子卖出去 一定给关小孩来取棺材的 谢谢你 关公神像守中举孤魂野鬼四散去 你怎么来了 情况紧急 组织上让你们马上撤出伤害 把老人安葬之后 我会立刻撤出去的 不行 头师由我们来办理 养老从东 必须是当儿女的来做 不能有人代替 你跟组织说一声对不起了 那好吧 管理老师马上撤离 好 我去找车行借钱 他们说天天死人不肯借给我 咱们就这么多钱 也不够买一副像样的棺材啊 都什么时候了还穷讲究 没让检术队扔到乱坟岗里去 就阿弥陀佛了 可关先生现在在帅子家 帅子摆明就是把自己 当成关家女婿了 咱们不能让他为难吧 玉玉 如果这次咱们帮了帅子 你不会再跟关上打起来 抢帅子吧 抢什么呀 你没看见我妹妹都从帅子家 搬出来了 爱不等于战友 就是咱们也需要自己的生活 这件事交给我了 棺材可不好偷啊 干吗要偷呢 兵狂马乱的把你卖了 还没两只老母鸡之钱呢 放心吧 你交给我了 你们看这是什么 这鸡鸡鸡片 帅子知道会骂人哪 帅子骂咱们总比关上骂 他能让你心里舒服点吗 老婆 走 来 走 你好 好 老婆 你吃了吗 你吃了吗 给我们准备一下 你吃了吗 愣着干吗呀 帮你 大会儿 哪儿来的 反正不是偷的 租借里的有钱人 不是跑了 就是被小鬼子给抢了 贵的棺材没人买 咱也算捡了个便宜 不说实话就拿回去 你 也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岳父的 什么 关先生一辈子威风 临走也不能太凄凉 我们哥儿几个没偷没抢 凑了点钱给他送个体面 也算是奠仪了 希望你能收下 你这是干什么啊 你这是干吗呀 你这是干吗呀 我替我负责 谢谢你妈 你先起来 你快起来 你这样太健碍了 你先起来 我以前任性欺负人 把你最喜欢的人 出来都抢走了 你没有怪我 你和我 如果对帅子的爱 没有对合错 也没有多合手 只是 你更适合他 那 那就好好爱他 我会退在一旁 祝福你 好 好了 你们的心意 我们收下了 但是明天的葬礼 你们不能去 为什么呀 为了你们的安全 声音阁下 黄军全面战略上野之后 浙苏护干辉的 五地销售渠道 已经全面打开了 照目前这样的速度 阁下日销十万两 鸦片的目标 只管 你忠兴原家的大业 不也是实现的吗 谢阁下复制 可惜呀 你的哥哥 不能和你一起共享 永和富贵的 他愿意抱着冠比仪 这颗破木头 沉入光浮江 我也没有办法 我担心的 不是他抱着冠比仪 而是抱着 共产党 你还怀疑他是判官吗 我现在就是苦于没有证据 学院所下 把贵方的加密档案 和协查报告已经到了 他是富贵的 是厚的 是厚的 管家的满辉煌是假的 会不会他就是判官 不要忘了 满辉煌死了以后 黑藤才被判官杀死在铁道上 元帅和官爽在干什么 今天官民一出闭 从昨天到现在 你一句话都没说 想哭你就哭出来吧 哭没有用 我要替我爸报仇 这一枪 我迟早会打在谁人的脑袋上 你真是不会这么开心的 谁 是 刘宗宗 这是我呀 就是前两天 跟你送纸条的那个人哪 黄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组织上派来的新的药剂师 你好 你好 爸家的人是好样的 你放心 我们迟早会除掉市员的 为瞒辉煌 还有你的父亲报仇 不过 你现在得跟我们走 去哪儿了 最近的新资金具店 现在去 对 因为我们刚刚袭击了日本人 运送鸦片的车辆 市员正在到处收杀 你们也认识他的目标 为了安全起见 越早越好 那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下去根据店 放心吧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走 去尝赶 车辨 香港哥哥 去尝贝 去尝贝 你们带oine 去尝贝 来 去尝贝 尝贝 尝贝 鸡 尝贝 帝 尝贝 来 叛官 我要杀了你 石原介绍 判官应该另有其人吧 你是想让我 放了元帅和官商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 上海租界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黄金虽然占领了上海 可他并不能变出钱来 黄军还需要中国人帮忙挣钱 贡荣不是一边唱 一边就可以没有证据地杀人的 大山 大山 小山 大山 小山 自打开 自打开保持平衡 一 二 一 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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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起来呢 关爽同志 赶紧起来吃饭了 再不起来 该吹西等号了 别叫了 别叫了 早起了 第一次看你穿一身这么干净的衣服 那原来你送我的西装不干净呀 我说得干净 你应该明白 你穿这身衣服 这粗线土布你穿着还习惯吗 我觉得挺好 真的呀 真的 以前穿铃锣绸缎 日本人照样欺负你 但我穿这身 鬼子看见就害怕 说得好 我 所长 所长 所长好 怎么还不去吃饭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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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讲 小街把同服秋秋 他们的处境现在也很危险 为什么不一块儿带他们撤离 你们走了之后 日本人盯得紧 没有时间救他们出来 薛婉宁同志也非常危险 也没有时间救出来 薛婉宁同志 所长您认识小宁 当然 她是一名经得起考验的同志 你们行动的大部分情报 都是她传奇出来的 所长 您说小宁是 您好 您好 停一下 让我下车 等等 徐小姐 你有什么需要 请跟我们说 我们帮你办 但是请你不要相信 我的需要就是 你们俩离我远点 放我下来 徐小姐 请你不要为难我们 但是袁秋仔 给我们哥俩下的死命 那你们就把我杀死好了 徐小姐 你这是何必呢 跟他们一般见识 在你的见识里 我是不是应该被关起来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你们为什么 把大师界 百勒门 还有马慧都关了呀 谁说 这些传播 夕阳糜烂精神的东西 必须铲除掉 我跟你说这些干吗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来 你看啊 原室庭院 对啊 从今天开始 这栋房子姓袁 我的福地 这栋房子 我带你去看 官家的财产 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 官家的一切东西 本来就是应该属于 我们原家的呀 现在只是物归原主而已 而且现在啊 我终于去告慰我的先灵 原家在我原爷手上 终于可以忠心佳业了 别败了 你妈看见了 不见得高兴 行 那进去看看吧 如果有什么你不喜欢的 我让他们换 这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咱们俩的婚房啊 结婚 什么 难道你上次跟我说 你要跟我结婚是骗我的 不是 我是想说 在别人的房子里结婚 我是特别舒服的 小妍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从今天开始 这栋房子姓袁 以后她永远都姓袁 关炎音现在已经死了 关上离死已经不远了 你怕什么呀 走 先生大老 赶 小娘 十元要办一个日中亲善音乐会 对 请你去做表演嘉宾 不去 这不是你说不去就能不去的 人家不愿意做的事 还要逼着人家干吗 小婷 难道你不觉得 这个世界上只有日本人 才能说不愿意吗 你就不能有点骨气吗 我想有骨气 我当然想有骨气了 我知道 我知道薛叔是被日本人害死了 你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可是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不去的话 日本的新兵队就会来 据我所知 竖着进去都竖着出来了 就没有几个人 小婷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你 自从袁帅跟关上失踪了之后 你的名字天天就在那个 石原眼前晃来晃去的 如果我们不表现得友好一点 石原翻脸就能杀人了 要去你自己去 少年 我说了 你必须去 不去不行了是吧 小婷 小婷 你这是干什么呀 现在可以不去了吗 现在可以不去了吗 你的手毁了 你一辈子就拉不了琴了 手毁了不怕 人毁了就没救了 你傻呀你 我总得做点 对得起我父亲的傻事吧 小婷 小婷 是 古列 是的 那 日中亲善音乐会参加不了了 想您为此深表遗憾 你还没有说 这个伤势怎么造成的 在家里面搬家具 不要心砸了 新宅子的家具不可行满 不是 这不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有些家具的位置 他也想自己摆一下 所以 让他说 你还没有说 我是想问 你们真的要结婚吗 等伤好玩再说吧 你是故意把手弄伤 既不想结婚 也不想为皇军演奏吧 十元阁下 小婷那不是 让他说 这点伤不影响结婚 这点伤不影响结婚 本周就把婚礼办了 我来参加 小宁和袁也结婚 是十元和袁也 批指小宁结婚的 所以上级指示我们 一定抢在小宁结婚之前 把她营救出来 第二 要搜集鬼子 清晓鸦片的秘密档案 首长 请批准我们连也回上海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你赢了 我们就让袁也 学起身狗叫怎么样 我告诉你 袁也 我把你捧在手里 你就是水晶杯 我把你砸碎了 你就是玻璃扎子 用你对皇军的忠诚 埋葬 埋葬 我替我暇你 我替你 你替你 俺替我放下 我替你 同志 大哥 继续拉起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原也打的 是 难道 你就是那个判官 是我 太危险了 你不是已经撤离上海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这次和关爽回来 就是来救你的 同时收集日军 倾销鸦片的秘密档案 那我做不了的 你可以 我已经想好计划了 就是在原野来接亲的路上 实施营救计划 你放心吧 不就能居然 它是没有白色 我们也给你拥有 我们也给你拥有 美女人 我们也给了 我们也给你拥有 我们不需要拥有 我们自己拥有 我们正在他们ima 我们是否拥有 我们去拥有 我们去拥有 没有啊 你要记着 你们一定要办中式婚礼 因为那样 原野骑着马 你坐在轿子里 方便我们营救 也方便射杀原野对吗 现在上级 这件事 已经下达楚简陵了 他确实死有余过 只是我曾经爱过他 其实我们曾经 都试图用爱情 或者是亲情挽救过他 但是他的欲望 战胜了他的理智 也战胜了他做人的底线 现在谁也救不了他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救你 可以 他回来啦 gens 关灯 关灯 为什么呀 关灯 好好好 关灯 晓妮啊 你这手都伤了还拉起来呢 你这音都不准了 你这音都不准了 晓妮 晓妮 你怎么了 你还问我怎么了 现在我的脸 跟我的琴一样 难看 难听 晓妮 对不起啊 这一切都是我的不好 我们后天就要结婚了 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婚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 再为我流一滴眼泪了 好不好 好 晓妮 晓妮 我会好好爱你一辈子的 嫁给我好吗 我去找她人 我去带我们来 我去听你了 我老婆 你去找你了 你来带她去找她 我去找我 我都要找她 我去带她 我去找她 给你一路 我去找她 你回家 我去找她 今日白头之约书相红简 拓江红叶之梦 在明月谱 寂寞的夜幕里 孤单的呼吸 昏黄的街灯照亮梦想再继续 刹那间的回忆像永远的默契 在最后的时刻告诉我绝不放弃 好想和你回到紧紧奔跑的日子 燃烧着青春在最美的时光 好想和你回到重逢前真的日子 还有还有那么多顺利等着你 好想和你太阳下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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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声鼓费歌唱 古城清晨无悔 歌唱岁月光辉 好想和你太阳ľ上热泄大地 奔向奔向属于我们的黎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